男子带来自家烟鸡蛋用的罐子 想请专家鉴定一下 看是不是一件老古董 没想到专家鉴定之后 居然对他这么说 新人的朋友点个赞 橘子带你接着往下看 画面中这位男子是一位工人 他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瓷罐 这只瓷罐整体看上去非常老旧 让人不惊好奇 这究竟是叫什么宝贝 男子解释说 这个瓷罐是母亲平时 烟咸菜鸡蛋用的 已经用了几十年了 不过就在前段时间 突然有人告诉他 这个罐子很有可能是件定谣的古董 听到这个消息 男子感到十分震惊 要知道 玩河的定谣瓷器 每一件都是天价 如果自己家这个真的是定谣瓷器 那岂不是要发大财了 正好最近母亲嫌罐子渗水 男子便给母亲买了个新的 打算偷偷将老罐子拿去鉴定一下 有的时候在外边 注意渗一些水 一个漏是吗 对 自己岁时一直在用的盐菜 主持人看到男子的瓷罐之后 瞬间明白了渗水的原因 您这下面连诱都没有 可不是要渗水吗 男子说对于这个罐子 有说它是瓷器的 也有说它是淘气的 他自己也整不明白 不过据他在网上查找资料来看 他更愿意相信 这个罐子是宋代的一件器物 男子自己拿不定主意 便想请专家鉴定一下 专家看后解释说 用古董罐子来腌咸菜 倒也不算是一件稀奇事 曾经国内有一件非常完美的青铜器 就是被主人当马槽用的 所以大家都见怪不怪了 不过腌咸菜鸡蛋虽正常 渗水可就不正常了 这个白罐之所以表面有水 其实并不是罐子坏了漏水 而是因为里面比较凉 所以表面结了一层霜造成的 形容细的 腌鸡蛋 腌咸菜 重口味 重口味 专家感叹 这罐子幸亏是白釉的 如果是绿釉或者是黄釉的 那可就是陪葬品了 用来腌咸菜一定很棒 从这只罐子的造型来看 可以看到 它有很明显的唐袋特征 并且和唐三才的造型非常相似 其实 他们这类器物 都有一个共同名字 叫做万年罐 不过万年盖一般会有个盖子 男子这个明显没有 这是一件保存比较完好的 唐白釉 唇口罐 专家建议完毕后 便问男子 想不想知道价格 男子表示肯定想啊 可惜专家却不肯告诉他 专家解释说 因为老妖是不允许拍卖的 所以只有上胶和自留两种选择 并且这个唇口感属于实用器物 不属于艺术收藏类 所以它的文化价值很高 收藏价值很低 朋友们 你们觉得这个咸菜罐应该怎么处理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讨论 我是橘子 咱们下期再见